大家好,昨天我和几个朋友去了魁北克城省议会大厦 参加在魁北克省议会大厦举行的反对PEQ新政的活动 这个活动是由魁北克省议会三大反对党组织的 去了一些受PEQ新政影响的代表 我拿着相机基本上记录了整个过程 我们是凌晨四点多就出发了 一直到晚上九点才回来 可以说是披星待月 而且昨天天气也不太好 就是一直下雨 去的时候和回来的路上 特别是回来的路上 那个雨下的特别大 有一段很顺利的完成任务了 为什么出发这么早呢 因为说是八点半的会 蒙特利尔离魁北克城差不多有24050公里吧 不考虑堵车因素差不多接近三个小时的路程 所以说呢就早点出发了 进魁北克城的时候就遇着大堵车了 所以说幸好出发的还是比较早的 到了那儿以后呢 受PEQ政策影响的代表呢 聚集在一个会议室研究对策 这三个反对党的议员也都大厂参加了 自由党的这个议员呢 还是非常重视新媒体传播的 这个准备会议开完了以后 上午就是新闻发布会 关心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朋友 可能基本上都看过这个视频了 然后呢在现场的时候 我也拿相机记录了整个新闻发布会吧 这个新闻发布会到场的记者还是挺多的 现场的记者还对PEQ的这个代表 做了一些提问 这个发布会过程中啊 我觉得有一个亮点 就是咱们中国的代表 他的发言确实打动了很多在场的记者 看了一下好多这个代表 PEQ的代表都抹了眼泪了 其中呢哭的最厉害的呢 我觉得就是老外的那个 长得像金刚狼的那个组织者 他们那个下午呢 就是议会开会 然后呢进去了很多的学生代表 旁听 当然说是旁听 其实他这个PEQ学生代表 还是准备发言的 那三个反对党的领袖呢 就一直希望省长和移民部长 听一听学生代表的发言 但是呢 这个省长和这个移民部长就是不听 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这个会我没在场 因为这个名单是早就申请的 我问了一下在场的其中的一个兄弟 他我问他说这个感觉怎么样 他说进去以后呢 这个感觉很难受 我说为什么难受啊 就是明明看着主导这些政策的人啊 在下面讲话 看着他不爽又不能把他怎么样 我说你知足吧 你在中国呀 这都属于越级上访了 你别说见着人了 刚下了火车就被送回去了 下午的那个议会啊 省长和移民部长都态度非常强硬 表示这一切呢 都是魁北克人才市场的需求 然后呢 并且表示呢 不会修改这个政策 然而呢 今天一大早 事情就有了新的变化 可能也是受到了很多公众的压力吧 这几天呢 在社交网络 Facebook 推特 很多人 对这个新的政策 PEQ的新的政策 都表示不满 今天早上一大早呢 就有新闻 移民部长宣布了 就是将会允许 已经在PEQ计划下学习的学生 继续完成他们的PEQ项目 移民部长说呢 今天早上8点15分 我向大家宣布 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并会针对这次改革 做出一些改变 以回答他们的问题 和关注的事情 所以说呢 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现在的情况 大概就是已经开始PEQ项目的人呢 可以继续完成 在魁北克的PEQ项目 也就是前些天很多微信群里 大家讨论的就是 救人救政的观点吧 魁北克议会三大反对党呢 都是坚持要让他们撤回这个新的PEQ移民政策 不管怎么样吧 我觉得目前呢 看上去呢 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这段时间很多PEQ的朋友问我 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去阿尔伯塔省啊 或者是曼尼托巴呀 有的要想去大西洋四省 最近我都是让他们等一等 再看一看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虽然不知道向好的方向 还是向坏的方向发展变化 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停下来 先观望一下 看看事情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最起码 目前来看呢 可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既然向好的方向发展呢 那大家更不要盲目行动了 在政策不太稳定的情况下 就盲目做决定的话 我觉得一定会走很多的弯路 所以说还是多等一等 看一看 我觉得可能会有好的消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